我們看這一題 它說與這條直線平行 而且跟這個圓相切的直線方程式為何 那跟它平行的話 那條直線我就可以設它為何 我就可以設它是等於3x-4y 加k或是等於k k是代電常數 那這個 或是把它移過去好了 k是代電常數等於0 就是說這兩個平行嘛 所以它的係數可以稱比例 那稱比例的話 我們就令它叫做3x-4y加k k是代電常數 然後跟它相切的話 也就是說 它到這一個的距離 它的那個圓心 到達這條直線的距離是等於半徑 也就是說 那這個我就把它寫成標準式 這個它的那個圓心在哪裡呢 在2分之負低嘛 就1 2分之負1是3嘛 那這半徑是等於多少呢 2分之根號多少 低頻號是4嘛 加上這個1頻號 1頻號是66 36 減掉4f 46 24 那這是40 減掉24 這個是等於6 16啦 16開根號的話是4 所以這等於2 這半徑是等於2 那圓心在哪裡呢 圓心喔 是在這個13的位置嘛 然後半徑是等於2 然後這條直線要跟它相切嘛 是等於多少呢 大概這樣子 相切 這條直線是L 好 那麼圓心到達這條直線的距離呢 是等於多少 等於2 那這樣我就可以把k找出來 好 圓心到達直線的距離 就等於2 2的話等於多少呢 根號 根號的話 這個頻率加這個頻率開根號 這個頻率加這個頻率是25 開根號是等於5 然後把這一點帶進來 1帶進去是3 減掉432加k 取決類值 好 所以這個等於多少 這是5啦 5二得10 這是k 好 那去局類值 去局類值的話 就k-9 是等於正負10 那k的話就等於多少 1 1過去 19 或是9-10-1 好 那所以呢 這個直線換個式 有可能是3x-4y k加上19等於0 如果-1的話是3x-4y-1等於0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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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